综艺创造101开播后,一直话题不断没想到,我们熟悉的香港网络歌手,小碑新徐静韵,也参加了,他演唱了一首When I Was Human,流利的英文和细腻成熟的演唱表现。 直接晋升最高水准的A级精英班,作为90后新生代歌手,许静韵的演唱实力不容小觑,他曾因独树一帜的翻唱视频和各大音乐综艺节目中的超强表现受到网友关注。 当晚节目播出后,许静韵表演视频网络播放量,便达到近200万的观看人次,更引爆评论区。 不少网友则表示,许静韵九秒唱功,耳朵都听怀韵了,这时李剑直主唱担当,可可也是看小背心的翻唱视频。 认识他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温柔、甜美,歌声也非常不错。 原本许静韵为港争光很值得鼓励及称赞,不过不少香港网民的众点不是放在唱喉,而是他的外表包括样貌不出众,笔直的鼻子是整出来等等,又批评他名领香港人又去内地比赛。 其实早在2010年取静韵参加英皇新秀歌唱大赛进入前,32013年正式签约经理人公司英皇娱乐定义电影《超级经理人》在2013年初出道可惜,就算成功出叠之后,歌唱事业依然一直浮沉。 陈后来,他决定蒙脸以网络歌手小背心出现他与FB翻唱不少名曲,实力超群,获得网民疯狂专载,在网上呈名其实作为歌手,外表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香港大批艺人北上发展,希望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歌声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也没错啊,希望他能通过这次让更多人认识他也喜欢小背心翻唱的哪首歌呢? 在留言区讨论一下